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當初也是因為要找一個材料來做我想做的東西 後來有一些材料就變成要捨棄掉 可是當我達到一個數量以後 我常常覺得它丟掉很可惜 我就會想說這個東西可不可以再來利用 像那個網邊就是這樣去嘗試出來 結果一發現以後就一發不可收拾 就好像變成這種堆砌的方法 好像又是在畫畫一樣 因為你有一個意念 你的意念成立以後 你會去找相關的物件、材料、什麼都好 只要能夠組合起來傳達你要的信息 都可以變成我們的材料 像這個椅子這個也是用那個籃子做出來的 這種東西是可疑不可求 有時候你有一直在做創作的時候 你跟材料有互動的時候 有時候有意無意會去發生一些 好像我可以應用的東西 因為我在做作品的時候 我常常會去想說這個東西放在一個空間裡面 它給人家的感覺是什麼 這種東西很抽象 可是基本上應該是 我喜歡東西給人家是快樂的 是很舒服的 可以看見你 我喜歡你 很重點 可以看見你